時間11月6日1點50分 已經很晚了 一大堆新聞 想今天很快跟大家說一次 時間2點鐘還在打 這是廣明園之戰 廣明園很簡單的說 跟科大州同學有關 地圖上應該是 這個位置附近 廣明園有一個停車場 那個停車場 周同學跌了下來 其他其他其他 奇怪的是這個案發現場 當然有很多 叫做 線索 可以知道周同學是怎樣跌下來 或者是 為什麼會跌下來 眾雪紛雲還有幾個版本 今天都會跟大家去查一查 收集回來還有一個版本 都是傳的 未精神的 它是被人扔下來的 或者被人逼下來的 或者已經重傷之後被人扔下來的 有這樣的說法 就因為 好像說它曾經跟人爭吊過 跟鋪鋪爭吊過 逼了上去三樓 不知為何會跌下去 所以 警方似乎是有很多 一些證據在附近 所以 連市民都想找一些證據 在停車場 想找證據 奇在奇在 POPO今天重兵 重兵在停車場 守著那個現場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現場很像 Ivy的現場 HKDI的現場 即是陳彥林案 此地無銀三八兩 本來你什麼都不設防 反而那些人 是查查謊的 都找不到原因 但如果你放了重兵在那 那就必定是有證據 他們守著那些證據 守到晚上 還有 廣明院和 POPO都有仇口 因為廣明院 已經聲明不讓POPO進去 廣明院的人很厲害 說得出就做得到 今天 有一群 Black Block的 示威者 應該是街坊 死守廣明院 最終警察應該撤退 這群警察 成功應該是擊退的 這個也挺厲害的 即是 打這個 真是陣地戰來講 算是打贏的一場仗 這次就在這個 首次 真是首次打贏 如果真的打贏的話 廣咒這群 POPO 看到那群市民 丟掉了一些 玻璃瓶 空頭玻璃瓶 火魔法也有出 偽俊仔 撿石仔 播麥 音波弓 Laser 所有 發佈 拿出來 磚頭 拿出來 去死守廣明院 廣明院本身都是心旺的 所以 居民 我想是有一個民意 允許 允許 示威者 村民 或是一群年輕人 進行示威 就是這樣 當然他又射了一些催淚彈 進廣明院 射了大堆 在門口 現在應該都散場了 應該成功擊退了 那宗案 有很多 一大堆 跟陳彥霖那宗案 有些類似 你不知道哪些線索是真 哪些是假 有些是吹大了 有些是懷疑 有些是傳 很混亂 我們 將他 幾混亂都好 不怕炒車 現在我們要猜猜一下 猜猜一下的階段不重要 我們不需要做一個定段 看看有什麼表面的證據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表面的證據 就在 應該是1.4左右 昨晚1.4左右 亞洲同學 大概1點 被人發現到受傷 那件事應該是1點之前發生 他受傷 怎樣受傷 不知道應該是跌下來 為什麼會跌下來 不知道 這件事 現在就是 要找CCTV 要找車鏡 我相信 今天 POPPO 守住那個位置 都是 希望 把車鏡的記錄走 不讓你們知道真相 事實上 有些人開始懷疑 究竟是否跟催淚彈有關係 現在看看 就未必跟催淚彈有關係 因為那些催淚彈 距離 不是那麼接近 是另一邊 所以人們在想 催淚彈可以過到那邊嗎 稍後可以給大家看看 地理位置 但肯定有一件事 這班POPPO看到三輛四輛車 圍著這輛救護車 是不讓他前往停車場去救人 要搞到另一輛要繞路上去 類似是這樣的 就是阻撓這個 醫護車就肯定了 救護車就肯定了 另外 亦都有人找到一些 沒有人提過的一些線索 這個不肯定 這個位置 他發覺 找到三樓這個位置 有兩塊紅色的東西 不知道是血跡 還是有跡 因為近看 大家可以看看 像油漬的 像兩塊油 又不像血 但也叫做一個線索 會不會就是 他根本就是受了傷 掉下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慢慢去引證 所以如果有些網民就說 試試拿一下DNA 刮出來看看有沒有DNA 所以 亦都可以想成 為什麼POPPO那麼緊張 就是懷疑 他們都發現這件事 裡面可能有很多DNA 正如8-3日太子站 他們想清洗現場一次 但是 的確有片拍到 它是阻撓 救護車的 可以看看這條片 看看是否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的 這裏的救護車是這一輛 鏡頭是一般的 但也看到的很清晰 三輛車 接著一個救護車 頂住 這一邊應該是 事發的停車場 一群POPPO 上了三樓 不知道為什麼 傷了還沒有 可能是毀滅罪證 但有件事 可能是真的 因為那個催淚煙 應該是軟一點 但也不排除傳到過去 那是警察 阻礙著救護車 又圍住了 不讓路 不讓路這件事 不是第一次看到的 612的時候 經常看到的 他經常不讓開 給救護車的 現在發現到 這個問題 其實也有可能阻礙救援 令到 這個州同學 現在最新消息 應該是腦缸 很接近死亡 我現在也不敢確實 消息 應該是腦缸 很接近 很接近死亡 右邊的 左還是右的腦缸 已經撤除了 總之很嚴重 基本上你醒了 你也看到 會有缺陷 會有一個 最新的情況 最新的情況 應該是散隊 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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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上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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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明軟 扔了很多玻璃 為什麼會這麼黃 我意思是 為什麼會這麼深黃 原來有跡改層 原來 發覺當年 投票給梁天琪 最多是 將軍澳那邊 亦有很多年輕人投票給梁天琪 那麼多區 最多有兩成多年輕人 投票給梁天琪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廣明軟或者將軍澳大 其實是深黃的一個區域 也解釋了 為什麼近日 為什麼這麼多 古靈精怪案件 都在將軍澳發生 包括陳彥霖案件 現在那個 鄒同學事件 我看回報道 鄒同學事件的 這個始末是怎樣的 首先就是滑雪 有一個警員 他結婚 在將軍澳那裡放酒 他拍照 他走出街拍照 當然市民又震慶 然後他又叫鋪魄 叫鋪魄保護他 然後就散場 跟著就趕走市民 不讓他騷擾那些新人 一對警方的新人 不知在哪個位置擺走 將軍澳 我想應該在廣明軟附近 可能是酒樓 酒店之類 好了 到了12點 POPO又覆卓 加上有示威者倒露 然後 打到停車場的位 然後發現POPO射了兩顆 一顆二樓 一顆三樓 幾顆 我不知道幾顆 射了上停車場 1點鐘 沒多久 一分鐘左右 就發生 那件事 就被人發現 有個年輕人 在另一邊 那個停車場的位置 POPO射了催淚彈的停車場 和周同學的停車場 原來是有些距離 這個真的要搞清楚 不久是有些距離 不過那件事 差不多是同時間發生的 就搞到 應該好像有關係 我們不能夠完全沒有 但似乎真的有 因為時間很接近 但是 也不排除 可能是 周同學是之前 也可能有機會跟POPO有關 未必跟他那顆催淚彈有關 但有機會可能是POPO有關 加上POPO真的阻攔着 一些警車進入 這個肯定跟POPO有關 所以他才這麼新有事 坊間的新聞是造謠 我們都沒有說到煞 他又不需要那麼害怕 此地無銀 我們都是查案 只不過我們不相信 警方那種查案的手法 現在就是 就是這樣 稍後再給大家看看 那些證據 或者那些東西 很多 網上也是炸了一大堆 但問題又是 你越查 有時候會偏離那個方向 可能越查 那件又是fake news 不奇怪 是吧 我的意思是說不是那宗新聞是fake news 而是那個線索是fake news 原來那個線索是假的 炒車的 也不奇怪 這個要 慢慢去分析 這個蘋果 科大新 又老壞死 老幹 嚴重受損 接近老幹死亡 接近未老幹死亡 希望大步濫過 因為他 據說 這裡有這樣說 很嚴重 不過暫時沒事 有一句這樣說話 他姑媽說的 很嚴重 但暫時沒事 他說 有些東西傳 今天是東方傳 說他拔後 東方立即自己撤回了 他說那些消息是假的 情況就未去到那麼嚴重 只見一天就只見一天 簡單來說是嚴重的 但就 不肯 應該未是拔後的 那個階段 那些人在那裡 溝傳 也會有 很多新聞傳出來 因為我這樣說 有些新聞可能 傳出來知道 其實真的很嚴重 是很接近那個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周同學那裡 稍後再補充資料 其實今天有一場大戰 除了廣明年之外 也是 神秘的集會 第一次搞的 就是第一次用這樣的形式搞的 結果是大成功 看起來是大成功 POPO是完全捉不到 捉不到路 不能捉路 他們都弄到亂了 整個陣型 但是都捉到人 POPO那邊都捉到人 捉到六個 五男 好像五女一男 我忘記了 陳監看一看 亦都開動了這個水炮車 水炮車 不知道射到哪 不知道有沒有射到人 很古怪的 他 沒必要開水炮車 又開一下 結果整條路都塞車 就塞住水炮車 這個很噁心 因為尖沙咀那邊 其實是很迫車的 他又開著水炮車到處射 他話說 整件事就是 今天原來 玩VSAT活動的 一班市民去了射沙咀 應該是科學館那邊 隔壁有個公園 科學館隔壁 其實那個位 市政局八周年紀念花園 科學館隔壁 這個位是正的 這個位其實可以退去哪裏 可以退去理工大學 那班VSAT活動的 有想過 就是有想過 那個地方 而搞的一個活動 真是進可攻退可守 他選這個位 之後真的退去理工大學 跟POPO 對峙 那班POPO 真的不敢進去 因為 都沒試過 的確沒試過 POPO進入大學 去偶人拉人 有試過拉人 但沒試過 那麼明目張膽 衝進去拉人 還有人跪下的 當然 我想這個畫面 將來會見到 即是他們的POPO 根本就是 所有地方 都基本上 都被他們入魂了 在大學沒試過 那麼明目張膽 今天 成功了 VSAT就撩走警察 所以是大成功 中間也裝修了 好像紅磡兵塞 今天有成功裝修 今天有很多戰績 不差 可以看看有沒有圖 可以看一下 今天POPO在POLI的橋上 守住 給學生串 理大校董會的學生成員 李奧賢 要求見指揮官 要守住那條橋 不讓他們進去 那就是 POPO在這個 歷史博物館 六女一男 在唱運島 拉人 其中一些是VSAT VSAT 今天都重兵在尖沙咀 他就 搞得成了 讀了個宣言 然後有些島路 活動 有一份360 被人裝修 然後 又走出彌頓道 一班VSAT 不是很多人 只有1000人左右 就說 上千市民 你說少 又不算少 都算一排人 起碼都失滿半條街 所以都頗厲害 我覺得現在這些活動的模式 就對 你不需要多 1000人 貴精不貴多 最重要是騎兵 特襲 警方是不知道 怎樣摸 他不能夠部署 他都不知道在哪裏部署好 部署 跟著指揮官都不知道怎樣拆 不過這樣 這次 第一次 民間 去做VSAT 行動 這樣說 警察一定會回去 開大會 會想下一次 怎樣部署 不會說 經常性 可以讓你這樣做到 我自己這樣看 警方也有 另外一堆矛招 例如很簡單 他可以假扮 另一個VSAT 假扮的 找POP 整個VSAT活動 然後 起附近 安排一些臥底 你一出來就拘捕你 亦都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要不斷變 兩邊都要不斷變 示威者要變化 對手要變化 現在是一場戰役 今天整體來說 VSAT這場戰役贏了 港明園那場戰役贏了 整體來說也算贏了 VSAT集會 很合 VSAT集合法 很成功 可供這個日後 遊行集會 參考 對啦 這個是試水的 將來 如果 現在的 網民 搞大它 一定會用雷近的方法 但叫大家 告訴你 可能前一天 前一星期也不要緊 告訴你哪個區 越收越小 可能前一星期就告訴你 港島、九龍、新界 哪一部份 香港三部份 哪一部份 九龍 可能選九龍 未來的 最後一天 才告訴你 大概哪個區 九龍東、九龍西 慢慢 慢慢說 收窄的範圍 這個也很聰明 為什麼呢 你慢慢收窄 你之前可以放一些哨兵 監視警察 哪裏重兵 哪裏沒有兵 哪裏有兵 一沒有兵的位置就聚集 然後找一個可攻可守的地方 現在商場是不可信的 但現在 那班 示威者 很聰明 想試盲大學 試盲大學 看看大學裡面 他夠不敢攻進來 如果攻進來又是一宗大新聞 這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這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有些人說 這是什麼學生 這麼厲害 可以撩走一些 POPO 這個也是 李奧賢 有 大國嘴不選區 有參加區議會 獨立民主派 無依依的朋友 就是這樣 所以也有個器蓋 撩走警察 有些人 真是很細心 將周同學的時間線 即事情時間線 都寫出來 都寫出來 當晚情況是這樣的 大概 差不多58分 凌晨58分 射了催淚彈放堤 1點1分 過了幾分鐘之後 防暴向上禮 的停車場放催淚彈 其實 1點的時候 傷者已經躺下 被人圍住 就是這樣 接著要搞到什麼時候呢 要搞到差不多 1點9 才上到救護車 大佬9個字 中間就是被人 被人 被人攪拌著 然後繞路走又成 不然的話應該可以早一點 可能3個字都可以到的 都可以上車救人 因為當時消防也好 First Aider也好 儀器是不夠的 救一個生命命危的人 他們可能不必有 強心針 那些 一大堆的儀器 那些儀器 要2點才可以去到QER房 其實有機會我覺得 阿周同學可能不需要傷得那麼重 有機會可能你早一點 早多15分鐘 已經可能整件事是不同了 所以這群POPO是要負責的 基本上 你看 即是沒有說不錯 這張圖就是 那個路線 A344就是舊護車的路線 去到這個位 還要人手 人手 然後就走上去 停車場 去救人 中間 那群POPO是阻礙著 這樣 要這樣 然後下車救人 話說 這件事是複雜的 其實你研究的話 原來當日還有一個學生 中了催淚彈 是兩個的 如果算是這個 那個是另一個 是中買的 那個是一個 樹人的記者 樹人大學的記者 昨晚也是 學生 又是 叫校長 快點出封信 吊咬POPO 或者拿回證據 很快 樹人就做了事 真的 寫封信 在警務處處長7月中 還給了證據 給樹大 樹人大學 所以這一次 樹人就威風了 你看到科大那些 傳統大學全部跪下 那些 恆大 恆辛大學 樹人大學 被人看不起的大學 這條路線是這樣的,當時有幾輛救護車 但問題是有些救護車不是救亞洲同學 有些是救另一個被插隊打傷的一位同學 即是樹人大學的同學 所以昨天發生了很多事情 原來是在那幾個小時裏面 現在拆回來,逐單逐單揭回來 像抽屎剝檢一樣 這個是Fact Check 發現這件事有機會是炒車的 炒車未必是因為催淚煙事 未必是因為催淚煙事 為什麼有些人是這樣的 這個地圖很清晰 就是當時 就是 黃色這個就是阿周同學的位置 綠色就是防波的位置 黑色就是街坊的位置 紅點就是催淚彈 停車場內的位置 其實催淚彈是這個位置 但周同學其實是在另一邊的停車場 其實理論上是不太關他的事 這個文章是說這件事 但是阻撓那輛車是真的 不會死錯人 真的阻撓那輛車進去 所以這件事有時間去查 所以有些人說 他是不是對比TG 是有傷確的 都不可以說肯定 也都找到傷者其實沒有表面傷痕 也不像是中暴袋彈 催淚彈 似乎應該是有些事情 可能他是被人嚇到 跳下去還是怎樣 這個要慢慢去跟進 這個就是傳的 其中一個傳出來的版本 未經證實 有目擊者指周同學 原本在橋上與警方口角 其後有警員衝向周 試圖將他拘捕 於雙方追逐的時候 周不慎堕下 但問題是這個說法 都是不對的 因為上述地點時間描述 當日發生的地點時間是不一致的 時間應該是1點發生的 但目擊者說是3點 所以這個就是有傷確的原地 但這個版本我覺得 如果撇除時間的真確性 反而更合理 他好像被人吵完 被泡泡 被泡泡 嚇到 然後有泡泡追他 然後他就 跳下去也不奇怪 是嗎 被迫到跳下去也不奇怪 就像是上水那件事 其實 也有人說回 究竟那天發生什麼事 或者有多慘烈 那天其實是射了過百顆催淚彈 有多人被捕 有一個老人家斷骨昏迷 有一個手足被泡泡打頭 全頭血 有一個Ferseda 中槍 塑膠彈 昏迷 周同學 疑似是被扔下樓 還是怎樣 墮樓骨折 內出去 失禁 昏迷 現在危殆 有機會成為植物人 一輛白車 由廣明遠 把傷者送上車的時候 被POPO再射一顆催淚彈襲擊 POPO再射完之後 就上車收腿 這些也是很賤的 他根本就是用來發洩 即是說 你搞我們的婚禮 我都弄一顆給你享受 起因很簡單 一對POPO在將軍澳 一間酒店放結婚酒 外出拍照的時候 街坊串咎他們 後來他又吹雞 叫多格防暴車 衝入屋院 商場等私人地方 去保護新人 酒席散了 新人奔下酒後 POPO凌晨以大量催淚彈報復 引發將軍澳最慘烈的一場戰役 所以為何今天廣明遠要覆卓呢 所以已經有結怨了 同班POPO 那班示威者 街坊也決定 背水一箭 真的決定跟他開球 死守這個廣明遠 所以整件事就是搞病 看看最新的情況 看看收隊沒有 應該就收了 那些狗狗都上車了 那些狗狗都上車了 反而還有一場戰爭 就是在元朗 元朗認識了 都抓了20個人 據說是全部街坊 全部都是吃花生的街坊 就是這樣 另外說回太古的商場 就是太古的斬人案 據說那些CCTV是極度清晰的 所以現在可以拍到整個斬人案的事 事發經過 當然 現在很多鏡頭都 叫做 看到那個傷者 已經躺在那裡 但看不到過程 他怎樣斬人的過程 一來就已經被人撕了 最好就拿起太古的CCTV 完整 當然那些太古的 那些 保安就不給 所以泰古市民 就要吵架 另外有一宗就是 陳百祥 荷蘭 和杜汶澤 上了事點31 然後就辯論 我自己看了一陣 我沒有看太多 都蠻好笑的 他兩個其實都是一個 喜劇演員 兩個都是 杜汶澤 杜汶澤 當然 杜汶澤 基本上 和這個人都說到醋 因為你看到 其實阿Nag 那些根本是滿口歪理的 藍絲 把一些廢物 掛上口 其實根本就是 和這個最近說的 華記 華記一九樣 所以 其實很無聊 不過呢 我有時間都會看看 他們究竟怎樣辯論 我看了少許 我看到後面 看到已經是 嘩 這個阿Nag 還要和他辯論40分鐘 嘩 全部都是歪理 杜汶澤 都算很脾氣 忍著他 都想說粗口 爆粗 吵咬他 但因為 港台節目 最後 出門口的時候 那些記者問 杜汶澤 有什麼想賺給阿Nag 他賺了三個字 給阿Nag 就是 浪費夠氣 接著 說了一句笑話 就是 打邊爐下火 類似 這個阿Nag 反而 接受訪問的時候 韜韜不絕 一卵嘴 說歪理 其實都不需要理 這個荷蘭Nag 又是華記 那些人 很想你看著他 和何君堯一勾 他其實是想怎樣 整個佈局 就是 這些明星 這些他做出來的假明星 就是 掌握大家的 attention 讓大家沒有這些注意力 去留意一些 更重要的案件 例如 將軍澳 周同學事件 陳彥霖事件 八三一 七二一 等等的事件 讓你們沒有精力去處理 專注於這些賤人 那裏 你們就不需要 變相 是一個維穩的方法 你們沒有時間 查他 那些證據已經毀滅了 所以阿Nag 不用看 等局勢靜一點 那時候再看看他 說什麼 然後再說一下 暫時來說 就未到他 不過今天的確 是有這樣的辯論 這個Visa活動 相當聰明 還有一個宣言 然後會讀出來 另外在太古那裏 有些人貼了一個連儂牆 這個不是太古來的 這個是 是在太古城內 建這個連儂牆 看這個周同學打氣 是在太古城裏面 因為這件事都很大 陳彥霖那件事 當然是一個關鍵 但是這件事 更加有照片 拍到周同學 那個位置 案發現場 更加真實 比陳彥霖那件事更加真實 因為陳彥霖很多事 都是傳來傳去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值得關注 周同學這件事 那些人都戴了面具 今天就是Visa活動 另外補充 就是之前 那個 有五個被控 藏有氣油彈的幾位示威者 辯方 就 吵架 控方 說他這樣 派一些警察進來 這個法庭 其實是藐視法庭的 法官大人 你怎麼看 法官大人 竟然又跪下 他說 樓下大堂 好像不算法庭 這樣又可以 這樣 這樣也行 那些鋪圈 踩到進去 那個法庭裡面 竟然 法庭大樓裡面 竟然說 不算了 不算 藐視法庭 根本就是藐視法庭 這樣踩到進來 整幫人都瘋了面 所以這些就是 紅官 就是怕了 怕了 這幫鋪圈 法院又是鬼底 這幫鋪圈 有前科 之前 找到 紅磡警署 救民來的 2011年的 一對男女附警 利用 一個堂樓 三四樓 買人 經營淫罰 已經三年了 並以免費嫖妓 等著便宜 利用多個警區的警員 替他們撐起保護傘 這件事很久了 我也記得了 他們 根本就是 那幫鋪圈 就等於黑社會 自己經營淫罰 也有 接著又給掩口費 就是給那幫鋪圈 上來玩 當掩口費 就是經常性 所以 你再揭下去 基本上 你會發覺整個都是犯罪集團 販毒 賣淫 一大堆 他代替了黑社會的功能 其實就是 他做了黑社會的那一篇 基本上 如果你揭下去的話 所以 為什麼他們現在 用的手法 本來是用來對付黑社會 現在是用來對付普通市民 根本上大家是 面對著一個高級版的黑社會 現在那些 反而那些 360 那些 本身都是黑底的 不用說黑社會底的 他們反而的 層級就沒有 那些層級的層級 那麼高 你說論黑社會 我想最厲害的黑社會 全部都在警察裏面 因為這樣才能確保 沒有人抓到他們 可以毀滅證據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那就最好了 自己可以作劇本 去完美化整件事 說到整件事好像沒有漏洞 當然 你說這些 黑社會勾當 然後這群組員 又會跟中聯辦有聯繫 所以中聯辦其實有 混合那一份 混合片 混合片 簡單來說 就是 防暴也是他 混合片 混合片 又是他 現在這張圖挺好笑的 DUNPK NOWC 整個廁所 GONGER 這個就是蘋果的一張圖 又就說 警獲起底禁令 傳媒 移眾至記協 提收定 求豁免刑責 現在很麻煩 你說警察新聞 你能不能說 算不算犯了禁制令呢 問題是要求他 要求豁免刑責 現在很麻煩 根本是打壓言論自由 這麼起底也有 這個消防人員 發出聲明 以及各紀律部隊發出 加書和聲明 指 此遇為伍 即是不會跟警察為伍 哪幾個部門 有消防 海關 以及入境事務處 當然消防 高層已經跪下了 奶共 甚至說 示威者是蟑螂 但他們裡面的前線 其實都是會幫示威者 在民間記者會上 出了一個聲明 石禮謙就說 叫解放軍 把那2,000公頃的練把場出來 騰出土地去建屋 即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解放軍 是霸佔了很多地方 包括一個地方 我最近都剛剛看到 之前郭文貴留意的地方 發現原來跟Poly 很近 就在對面 近到這樣 就是昌山的軍營 應該是昌山軍營 李大 這個就是理工大學 他很大的 其實理工大學 佔地也很大 就是很多 很多 一些軍營 就是一大堆的建築群 還有一邊 就是理工大學 專常學院 現在有幾塊 就是 橫跨整個 紅磡站 然後 對面 這裡就是昌會 山軍營 有三軍會 有一大堆 這一塊 其實也是屬於解放軍 據說 就是很多不見得光的 dirty job 就在這裡做 有一宗 我不排除 可能有些關係 之前是有一個人 不是Poly學生 就在 不知道是哪一座 就跳了下來 那宗 又是不了了之 也是很古怪的 就是 有些人問 為什麼可以 就是 如果真的有些 特工做 那他在哪裡 就是 怎樣運到過來的 會不會在 窗會山對面運過來的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很方便 就是隔條街 隔條馬路 就是你看回 就是整個香港地圖 你會發覺 如果Poly學生 要做一些 dirty job 其實很簡單 這個 就是石禮謙 突然之間 就炮軍 炮軍 和解放軍 叫他搬扯 搬回大灣區 吐回那2000空徑的 連把牆出來 建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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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公屋 就是這樣 反而 就是 就是 石禮謙 都挺有趣的 由藍絲 變成黃絲 某程度 他說的話 都代表一些 我想叫做 李嘉誠說的話 始終是他的頭馬 另外 趙家賢 那隻耳朵 應該是駁回的 應該沒什麼 另外 另外 那個 依偉 那個 咬人 那個 疑兇 陳 被控 三項傷人罪 和兩岸 兩名 涉襲擊男子 亦被 扣留 調查 整班 不止 他 有幾個 都打人 等等 基本上是個劇本 有網友提到 其實當時 TVB 也有 好像知道一些事情 這位網友就說 另一個打完人 走到一班 消防救護 電梯 走 被 拿一件事 何解 CCTV TVB 可以再事發 那時候 站在旁邊 準備好 採摩 不像一般突發的事件 當然 那個人 特意走到 TVB 鏡頭前 上鏡 採出手 也有可能 有些人發覺 TVB 好像預知了一件事 當然 我不在現場 其實沒什麼看直播 一來就看到 剪接了 總之就是在這裡打 在這裡撕尿 就是這樣 這些猜測 我覺得都有可能 我覺得根本就是劇本 來的 在於我的角度來講 當然很多人都不敢 報這件事 就是 這個是不是陰謀 我自己本人深信 90%是一個陰謀 他是被安插下去 一個精神病人 他有精神病人底 大問題 有些網民都眼裡 有些網友都補充 市維科大校長是什麼 就是台灣人 這條彈散 就是台灣人 美國發展及教學 後來是科大任校長 那 我覺得這個事維也很快 這個 這個 都會 都是 尿尿 都是 舊的 不用說 這個大埔的連儂隧道 都被人清了 據說 據說 有個說法 有人說 這些連儂牆 清 第一 是拘損 因為拘損問題 他想拘損 做好一點 不想輸了 其次 就是 有機會 放回內地人 因為發現 現在尖沙咀 旺角 開始多了 內地人 想放回內地人 震興經濟 所以他一定要撕走連儂牆 不想讓內地人看到 散播革命 輸出革命 眾雪紛雲 這個 McConney 當然 美國那邊 當然 這個人 有機會 想拘損 香港人權 民主法案 最近 民主黨 都炮軍 McConney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多數黨的領袖 McConney 因為他老婆是奶共 他也是奶共 他也想拘損死 香港人權 民主法案 據說 他老婆 趙小蘭 和王岐山好朋友 我也問過 王岐山是什麼人 王岐山和習總 其實 好像一個宰相 王岐山 但他也有點野心 你說他想不想吞了習近平 也想的 但也要依靠著他 他的關係 好像秦始皇和呂北偉 呂北偉 當然想吞了秦始皇 秦始皇 也知道他 有能力 但也知道他有野衣 對於這個關係 重點是趙小蘭 這個McConney 其實也是 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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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今天香港 明天就是世界 就是這個意思 美國正在舔 連他們的國會 都保不住 都繼續在舔 裡面的人都在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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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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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 就說 就是 就是 他就沒有說 其實 他就說 沒有說他突赦 最新就收到封 他就沒有說他突赦 傳來傳去 傳一單說會突赦 然後他又回應 說不會突赦 就是這樣 算了 就是要給大家注意 你看 你看 他這樣傳一傳 這樣傳兩單 就霸了兩個版面 那個新聞兩個版面 讓大家正經的 不會去看 看他的這麼無聊的新聞 他這些 玩fake news 就玩到出神有化 他們就 補充 這個 華記 其實 華記 在新加坡 最新 他出了一條影片 就說回他 跟進他的情況 他就應該不是坐牢 但 就調查中 他說不想煩到領事館 就是這樣 因為他闖出來的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 他最新的那集 就會精神好一點 就沒那麼頹 又像他昔日那些 狂妄自大 在那裡描述的 又說 831 沒有死人 又成這樣 說些fake news 重點就是 我也不知道 新加坡究竟玩哪科 為什麼會扣留住他 但又被他住住酒店 原來是這樣的 他這樣的 依據 新加坡那邊的政府 他們是有權 大捕任何涉嫌危害 國家安全的人 並可在不經審訊的情況下 這樣就機壓多年 過往不時 就受到人權組的批評 即機壓多年 簡單來說 就是不讓他出境 我自己這樣看 他又算是一種溫和的機壓 即是讓你有錢 就在這裡過活 但又不讓你出境 可以玩多年 真的可以 我想這些是軟禁 困住你 在新加坡 你又不能出境 但又不是當地的人 又沒有這裡的福利 華記出了一段影片 我也看過 不過也算了 華記這條悉人 不值得一看 純粹是看 最近這兩集 看他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 看他是不是真的被捕 總之 之後的新聞就不看了 因為沒有意思 他也是何君堯的人 拿著你的注意 讓你沒時間去看正經的事情 這件事 發現現在的鋪圈 警察好像疑神又撞鬼 正常採訪都當作插彈 這個就是東方部 東方部又插勾這些鋪圈 東方部其實有時候 他們都會彈出彈入 都會屌下黑警 其中一個專欄就這樣說 你們是不是想和所有傳媒公約者為敵 再好人當作插板 揹著黑警這個標籤 怎樣止暴制亂 警隊高層 麻煩好好反思 再胡亂 空真記者影響正常採訪 警民衝突是必然更甚 香港死得 即是東方日報警告 因為東方其實都很小器 是記仇的 基本上現在正在打壓新聞自由 所以現在所有傳媒都不幫這群人 沒辦法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黑社會底 說白一點真的是黑社會 不是說錯的 蘋果已經有了案例 如果老廉肯做事 揭到整個近半的組織 都是黑社會 和黑社會有關 有勾結 所以網絡大到這樣 廉署都不敢夠膽查 甚至可能廉署現在都不太清廉 可能他們都是貪了一份也不奇怪 譚慰珠 你說會不會貪了一份 樹仁去信警務署 速七日內 交代學生被催淚彈擊傷的情況 樹仁大學副校監 胡懷中 寫信去 因為那位學生 中彈嚴重燒傷 背部和兩隻手指就嚴重燒傷 好像一宗又不同 又是另一宗 在銅鑼灣那宗 是不是銅鑼灣燒到背部很傷的那個呢 這個不肯定 總之很多宗 最近幾天就發生了很多事 這個就是習大大和林鄭月娥握手 相當之燦爛 這個阿賊婆 你看到整件事就是 你說她下台嗎 那就不會握手 擺明就是她做對了 中共想要她做的事 就是 強硬想收回香港 她現在中共就是 這個邏輯就是很簡單 她總要找一個人 強硬地收回香港 溫水煮蛙 總有一個人是做一個陪子手 這個林鄭月娥就是她陪子手 她培育出來的一個陪子手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做到 她中共想做的事 那就是 所以怎麼會炒她呢 她就是想令到香港 香港動亂 然後就令到香港人變為信民 她在內地又試過無數次 令到內地的人就貼貼伏伏 甚至這個維吾爾族被她清洗 對不對 香港人又算得是什麼呢 她 基本上 我想現在中共的信心都爆了燈 以為自己可以處理香港的問題 但是她這樣說 維吾爾族也好 廣東任何城市也好 其實都是不同香港 香港還有很多很特別的特點 她不是當地人 不是我們香港他們不知道 例如香港的黑境文化 我想內地人都未必知道 是一個土皇帝制度 她又不是受中央任命 而是她自己任命 成本普普根本就不會聽 頂頭那個中層或者高層說的話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中共都不知道怎麼做 總之就不斷討好那些土皇帝 讓那些土皇帝再去修復 再去順化香港人這樣做 所以容許這幫警察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後她只需要收買這幫警察就搞定 林鄭又放風 政府不會考慮特赦被捕示威者 這樣 浪費夠氣 我想那些風也是她吹出來的 說會考慮 然後又吹回風 就說不會做 你老美 浪費夠氣 這位雷鼎明說了一句很白癡的說話 她說 中國越來越要面對的問題 不是人民外擬 而是太多人想移民中國 這麼好笑 她說中國經濟發達 收入高機會多 人有新安全的地方 有人新安全的地方 流動四十分正常的事 四十年前中國開放邊境 必會有大量人民外擬 她說現在發達了 那些人想來中國住 這個笑話 這個雷鼎明 不知是誰 但是很久不見了 另外這個就是 其諾利維斯 她是首次公開她的女朋友 就是這樣的樣子 一頭八發 其諾利維斯都55歲 她的女兒就46歲 叫做 叫做 Alexandre Grant 他們拖著手出場 也很少見 其諾利維斯 很多年都沒有看到她拖女 不過呢 有人拍到她 她偶爾也可能 玩一下 One Night Stand 短暫的那些 但她說 長期的女伴 應該是第一次 這麼多年來 自從她死了老婆之後 那麼多年來 第一次大女出動 這裡就很可愛 看到一件這樣的事情 就看一看 口味見仁見智 你說美不美女 沒所謂 她喜歡就行了 反正其諾利維斯 那個人都怪怪的 本身那個人都怪怪的 即她的命運 都是很 叫做 很曲折離奇 即她當紅的時候 她自己 她的老婆 又是不知什麼 撞車死 還是什麼 然後有個寶寶 又要難產 她的人生都很坎坷 然後 有一點點看破紅塵 傳就傳這樣 但人大了 可能看開一點 然後就找回伴侶 這樣 又出來拍了 然後又再紅了 這樣 這樣 和大家看 那些相片 有些人形容 說 這個廣明街的街坊 即剛才廣明院的街坊 是完全準備好 打這場 寶家衛族的戰鬥 真的沒有縮過 他們 堅守陣地 認真的 而且他們是認真模式 因為剛才看直播 那些畫面是看到他們很認真打 不是那些 打完 然後就閃上大廈 他們不是 他們真的 拿了傘 打 有磚頭 玩一些遠距離戰爭 看看Visa活動的相片 有些人拿了Visa面具 可以自己取的 歡迎自取 全民Visa日放在一個銀行附近 你可以拿一個 然後帶上去玩 整班就在 科學館那邊 朗讀聲明 很簡單 讀最後一句 我們今天就是 以血肉之區 戴著這個面具 我們在哪個就不重要 我們在哪個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這個面具之下 存在在我們決不動搖的一個理念 民不畏死 奈何以誰 據知 這些周同學的一些近況 傳得很厲害 很多新聞 總之說他 麻醉藥歷未過 未適合接受腦缸死亡測試 即還未知 這些不知真還是假 據說 英國內部 有機會 撤銷林鄭月娥的全家英國國籍 這些是最好的 當然 但應該是不會的 這些不知真還是假的新聞 不過 大家先聽著 到證實了 大家再開香檳 杜汶澤那件事 稍後再慢慢看 也有一宗墮樓案 在楊屋道那邊 有個16歲少女 也是很多這些15-16歲的墮樓案 又是死因 又是說什麼 事件沒有可疑 你說沒有可疑 更有可疑 又是這些 這些歲數 有沒有那麼邪呢 書人那件事 應該是辣了背部 我自己弄錯了 是銅鑼灣辣了那個 然後是樹人 譴責警報 聲援同學 現在你看看 整條街 就是遍佈這些 蒙面的Green Object 搞到整條街的氣場 很不舒服 整班蒙面人都不知什麼 整班黑社會 喜歡拉就拉 看你不順便拉 由這些鏡頭去監視人 在彌敦道的位置 近佐敦附近 有一個全方位鏡頭 就說監視你 就等於一個智能燈柱 以舊的東西 太子站開了 那些店舖又在這裡清場 現在他清一色蒙面 不敢露個樣子出來 做了多虧心事 另外這個就是 你知道 民建聯很喜歡派傳單 有些市民 又奇招進出 亦宣傳 亦洗樓 拿回民建聯的宣傳單 回來 他洗樓派 然後有些人就 反洗樓 拿回民宣 這些就是 都市人的智慧 最後就看看 留言 有網友就說 新加坡最近立了新法 會重罰網絡假新聞 所以基本上 華記有機會 可能也是這件事 另外有網友就說 升旗易得道是維穩的 他的台 以前的主持人 有個叫許劉山 跟他分了一個台 叫 芒向編輯部 芒向編輯部 是藍到PK 有網友就說 其實他這個 升旗易得道 跟芒果台已經分了手 現在很黃 還要幫易事 我自己聽 這個星旗易得道 就覺得他是黃 以前是 他自己有說 跟芒向編輯部 已經分開了 分了手 就不認識那班人 至於他是不是維穩 我就聽到不遲 因為他都幾 都幾到辱的 但這位網友就說 他是勇集派 指罵貪官 不罵習近平 你自己留意一下 他沒有罵習近平 沒有什麼留意 總之他都是以事論事 但我自己覺得 都可以聽的 因為都OK的 我自己覺得 他們暫時的立場都OK 他很簡單 他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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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獨立 他也說了 類近的意思 就是要推翻這個政權 你推翻這個政權 那就是推翻習近平 所以你說 這個星旗易得道 是什麼立場 這個很明顯 一定是黃 我自己這樣看 我就不會這麼複雜 想到一些事情 就是這樣 交代一下消息 好了 這一集 不知道有沒有廣告 有的 聊聊 沒有的 西貢牛牛的影片 可以大家去劇家廣告 支持一下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收聽